在这一张投影片我们再重复一次 上一张投影片我们提到了 explicit dynamics 第一个它基本上也是在解这个 general 的问题 它基本上也是一种 transient structure 的问题 只不过演算是用一个 explicit 的 formulation 关于 explicit 跟 implicit 这两个 formulation 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会留在第15章的时候再来讨论 那么在这边你所需要知道的就是说 这种 explicit dynamics 比较适合那种高速冲撞的一个特殊的应用 那么如果不是这一类的问题的话 我们还是用我们一般的 implicit dynamics 也就是这一张所介绍的这个模组 这个 transient structural analysis 的模组